先下我们的112题 那么第114二组呢 是我真的很强壮哦 你看 莉莉很壮 非常茁壮 对不对 它来自一个哪个词根呢 VL VL呢 VLL呢 所以词根讲叫strong 死壮死壮的 好 那么有必要看看 这一组呢 词根都会见到哪些词了 对不对 另外叫做value value叫价值 一个很强的东西呢 它自然是有价值的 所以valuable 对不对 就是我们说的 有价值的 可被评价的 evaluate呢 来自于e 表示的是出来 ate呢 表示动词 把那价值说出来 所以evaluate 表示的是评价 评估 就是它了 对不对 好 新名单词呢 叫valid id是个形式的后缀 那么VL呢 表示强壮 一个东西很强壮以后呢 变得有效了 是要有法律效应的 有效的 对不对 那么validity 好 表示的是有效的名词 invalid呢 暗表否定 没有法律效应的 是要无效的 也表示的是虚弱的 因为不够强壮 病弱的 都是单词 好 因为生病而感到 非常的虚弱 对不对 好 新名单词 叫做有效的动词 没什么说的 这是它的名词 avail呢 表示的是获得 你看一个东西呢 一再的强壮 也就被你获得了 对不对 avail表示获得 得不到怎么说呢 unavailable I'm available 对不对 还可以怎么说呢 of no avail of no avail 表示的是 of no avail 对不对 它表示的是得不到的 可以跟他人说 对不对 所以呢 叫做 are you available 你可不可以得到呢 谁能表示的是 你有没有空 你可以不要问 人家这样问的 说are you free 对不对 表示的是 你是不是免费的 你问一个女孩 are you free 对不对 女孩可能很生气 are you available are you available 对不对 你是不是 叫做可以获得的 谁能表示的是 叫做 你有没有空 这么来说 现在是preview 对不对 pere表 在前面 在前面呢 我就很壮 所以叫做流行 因为前面 我就站得很强壮 就是流行 葛优曾经对徐帆 说过句话 如果把喜马拉雅3 炸个缺口 把当地的盛行风 引过来 这里边遍地是牛羊 是他们曾经拍过一个电影 叫不见不散的原词 叫preview 叫流行的 叫盛行的 preview 比你的叫流行风 盛行风 对不对 preview preview 都表示的是流行 盛行的 好 新品单子叫 equivalent 表示相应的 对不对 你看一下 这次来自于谁呢 e 那么叫做 e口 表示相等的 你看 两个东西都很相等 对不对 叫equivalent 叫做相应物 等价物 两个东西都很强壮 来自于 VL 表示strong 对不对 那么 ETS呢 在对应的 对应的考试呢 叫做 对应的 成绩的进行呢 叫做equit equiting 叫什么呢 叫做相对 相应的比对 对不对 如果呢 这次考试呢 最高分只有110分 如果呢 上次考最高分是120分 对不对 这次呢 它想让人题目 可能会出难了 于是呢 根据呢 Anchor 题目呢 对应的成绩呢 equiting 对不对 最后呢 你会拿到一个 相应的120分的成绩 所以呢 这次考试的一个比对 对照关系 以保证呢 它出题的一种公平性 叫equiting 有人说 另一怎么知道 我不说了吗 头两天呢 我们 我呢 代表新东方呢 去参加了ETS的一个 出题以及评分的一种培训 获得了一个certificate 还有一个证书 叫什么 叫ETS 叫做出题评估测试的 一个证书 有了这么一个证书 中国拥有这个证书的人呢 一共加起来 全国不超过10个人 全国不超过17个人 所以呢 在这一刻的话 你会发现呢 这就是呢 代表 我再说话 就可以代表ETS呢 它的一种思维和理念了 因为 它把它的思维理念 跟我说了以后 我说给大家听 看到了叫做equiting 对不对 这里呢 平衡比对过程 对不对 好 不说了 叫valors呢 表示勇气得 所以valor 需要勇气去改成 vl 表示强壮 对不对 一个人 这是内心最强的一个东西 就是他的勇气 对不对 有的时候 很多事情需要勇气 不但是生活 爱也需要勇气 托福班的小孩 是比较小一些 好 现在我节日班 去迈班的同学呢 他们经常是一个个走进来 一队队走出去 好 那么叫做 人类社会好了一些 当你对周边女孩 产生好感的一刻 不要盲目去追求人家 去想想自己的托福能考多少分 对不对 人家托福110分 对不对 你托福只有60分 你俩门不当胡 对的 有说有这么夸张吗 有的 因为110分呢 会被美国名校录取 对不对 而呢 你呢 100呢 你呢 60分的话 只会被美国呢 三流四流学校录取 你的人生主计 轨迹 完全不一样 你们只是一个平行线 在幻觉上 这一点上 产生了香蕉 在这般结束的一刻 你们依然是平行线 所以呢 不要盲目的去谈恋爱 听清楚了 因为我们现阶段 一切都还是未知数 谈恋爱 分手的 机会还是多一些的